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怪名播出的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您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林智英 专属太阳镜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几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的老师 他们是资深媒体人阿蒙老师 欢迎阿蒙老师的到来 华谊家军的副总裁 瞿卫瞿老师 欢迎 爱情导师 涂雷涂老师 打开手机 微信摇一摇 摇电视 进入到爱情保卫站的互动页面 百万元的红包等您来拿 今天三位老师 要帮助的这两对年轻人的第一对 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和我的老公结婚 已经有一年多了 在这一年多里面 我感觉很累 两个人设我的开机 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让我感觉到 看不到希望 我真的在努力的 为什么我一直看不到 还走私发脾气 我很怕有一天 他会离开我 我真的想把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觉得越来越好 亲爱的 留我一些时间 好吗 好多是我们 婚姻当中的人 发出了生活和婚姻的感慨 当然更多地折射出了 两个人对线下生活的不满意 这一切不满的背后 究竟藏着什么呢 让我们用掌声 庆祝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王 三十岁来自江西 融资经理 女嘉宾小江二十六岁 同样来自江西 是兼职模特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今天是谁 想来这个节目 是我 想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我跟我老公 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可是在这一年多里面 两个人所有的开支 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 就比如 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带 就我自己去买的单 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女人 应该由自己老公来买单 做了老婆 不就老婆买单吗 但是最重要的是 她没有把工资给我 她也没给我钱 就是我爸妈看我 我想带我父母出去 吃顿好的 吃完饭的时候 她身上也没带钱 也没带钱包 我还是偷偷地 把钱塞给她 我就说 叫她去买单 因为我当时 我不想被我父母看到 我现在过得这样子 而且让他们会担心我 所以我觉得自己 特别地委屈 她挣钱挣得没你多是吗 是 因为她以前 在工厂里面刚出来 然后还在黄车贷 就没什么钱 但是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一直都是我在承担 我觉得压力特别大 夫妻两个人 共同承担嘛 因为发生的 不是这一点点事 一直以来 一直都是我一个人 在承担 就像她跟她的同事 出去吃饭 一座人 全部都是男人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打算 跟她同事 一起做点生意 请人家吃饭 她也没钱 也是我拿钱 去买的当 我觉得自己 特别地委屈 而且也不止 这一些事情 特别特别多的事 生活压力 是不是特别大 是 我曾结婚到现在 她所有穿的衣服鞋子 都是我在帮她买 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 就是我自己 自己的衣服 我都是买三四十 四五十 当时我给她买鞋子 都是买四五百的 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外 要体面一点 我都是这样子想 可是她一直不上京 一直都是这样子 困难是暂时的 有一天万一她就上 这话我都听你说的 都亏心你知道吗 她对你好吗 对我还是挺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 她没有上京心 不会负起这个家的责任 你是怎么说 她没有上京心 不负起家的责任 您帮我举个例子 好比 她现在上班的地方 人家拿工资 都是拿七八千五六千 但是她的工资 就每个月都拿一千多 两千多三千多 反正你就是 每一个月的工资 全部用完两天 然后后面的那个生活费 所有的开支 都是我在出 就连出去买东西 我们俩一起出去 她都是拿着我的钱包 去买当 那不是我刚从厂里 说的刚放了工作吗 那你要跟我给我平稳去 男生说要给个过渡期 好吧 咱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你跟我们说 我为了意思说 先工作一段时间 继续一点经验嘛 然后看司机的时候 就开个店嘛 开什么店 之前我本想 从我老婆开 那个美能店的嘛 但是她一点存款都没有 然后只有我自己 存了几万块钱 那个时候刚结婚 然后家里面欠了一些钱 然后她就说 口头上支持我 你去开呀 但是她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但是我那个时候 刚结婚后 她爸妈又催得急 要去生宝宝 我就想着 如果我把这些钱 都拿着去做生意的话 我可能怀宝宝的时候 就会压力特别大 然后现在我主要是 叫她把钱没有 那个时候就怀孕了 后面就搁着了 孩子多大了 怀孕了 怎么了 宝宝 因为那会我们都上班了 我爸妈都不在家嘛 嗯 然后那天 可能是下去拿给东西嘛 不小心可能是 没站好吗 踩风了嘛 然后就宝宝就没有了 当时孩子多大 那时候怀孕有五个月了 我天 在怀孕的那段时间里面 他所有的生活开始 还是由我在处 就是平时家里面 也没有人做饭 就是我一个人在家 啊 经常家里面 就是一些顺菜顺饭 我最记得有一次 他爸就家里面 就一个杂菜 一个烟菜 都是放了一个星期的 那个饭也是顺菜顺饭 都是一些饭吧 我就觉得自己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嗯 他不仅不赚钱 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他爸妈也没有 为我煮过一餐饭 都是我自己 想吃的时候就煮一点 不想吃的时候就不煮 所以有一次下楼梯的时候 我 因为那段时间我隔了 差不多三四天没有吃饭 我就是吃点水果那样子 下楼梯实在没有力气 然后头昏眼花 踩 就是踩空了 然后就 摔下去了 然后我就 就宝宝就流掉了 等到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说宝宝已经没有用了 哦 怎么怎么孕期五个月的时候 不吃东西呢 三四天不吃东西呢 也不是 因为那时候 全家人都在上班 然后我刚好从盘几室来嘛 然后比较忙 没时间照顾他 明白了 特难受啊 我肯定很难受 毕竟怀孕五个月了 但是宝宝就这样 就没有了 最重要是 现在已经过了 八年多了 但是我还是看不到他努力 过了年到现在 他没有存到一点钱 就是一个月发了一千五 一个月 上个月就发了两千五 然后这个月发了三千五 三千五百块钱 就很厉害 一个月涨一千啊 就是不稳定那种 发了三千多 那个时候他只都不肯给我 叫他把这个钱存下来 放到我这里 因为他不会存钱 结果等到月底的时候 我问他你存了多少钱 他说存了三百块 三千多 他只存了三百块 然后上个月发了两千多 过了两天 他身上又只有一千五了 赚得少 他又不会存钱 我有几个问题问问您 不好意思 刚才问到那个 你是不是会给别人 一种印象 这个印象就是 你老嫌弃他 挣钱挣得少 他的亲戚有没有说过 他的亲戚有没有说过 说哎呀你 你这个媳妇老嫌弃丈夫 这样的话有吗 就是在他父母面前 亲戚面前 就是他们认为 我没有在上班 我没有在赚钱 都是花他的钱 因为我嫁给他之后 我就是在怀孕嘛 然后那时就是 兼职去做模特 他爸妈以为 他每个月给我一千五 事实上他没有 给我一分钱 我问的问题是 他们家的人 会不会觉得你这个女人挺好财的 有点这样子的想法 今天你为什么来呢 我就是他继续这样子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听一下这些老师们的 你现在对他的抱怨是 他挣不到钱 还是他存不到钱 他挣得少又不会存钱 可能在未来的三五年 他还是挣不到钱 因为他要学习 这个现实你能接受吗 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你能接受吗 你先说你能接受 还是不能接受 但是最起码 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 必然结婚了 肯定是要接受 那你打心里面 有嫌弃过他 觉得他没本事吗 反正就觉得自己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你会觉得你自己命苦是吧 也不是说命苦 后悔嫁他吗 也不后悔 就是除了金钱方面 其他对我还是挺好的 他对你好 但是不太能挣钱 也不太会过日子 是这意思吧 是 你能等他 我也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觉得你媳妇是 因为嫌你不挣钱 所以才这样了吗 还是有别的 他也不止这一点 就算现在 钱虽然是我在花 但是他被他亲戚父母都在误解我 因为我在花他的钱 一直以来 当时他惨然不过去解释 就前两天 我听到他妈跟他讲 他说你每个月都交一千五百块钱 给你家媳妇 你要交点生活费给我 交水电费煤气费 你们现在还住在婆婆家呢 对 他们家 就他一个儿子 所以就住在一起 当时我们现在的情况 大家父母完全不知道 好 我来问他 你觉得你媳妇是一个贤贫爱妇的人吗 说实话 他不是那种贤贫爱妇的人 对 那他为什么跟你有这么多的牢骚呢 但是他可能是希望万富成能嘛 要求比我比较高一点 他我听起来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啊 可能就希望我挣钱 要越增越好越高才对 我听好像他这个愿望也不很强烈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钱挣的不多也就不多了嘛 还存不下来钱 这个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工作方面 需要钱太多了 还有一些 其他开支太多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 大概妻子对丈夫挣钱的这种不满 或者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妻子的抱怨 甚至于妻子对于这段婚姻的 不开心也好 迷茫也好 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老师们会怎么帮他们分析 并帮他们做一些规划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丘比特问卷 很多女性在谈恋爱和面对婚姻的时候 其实是带有异想和异厢情愿的这种模式 我想她应该是 我想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结完婚之后就可以负责任 我想这个男人在结完婚有了孩子之后 就可以成熟起来 我想这个男人有了妻子之后 她一定会特别上进 这都是你想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能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的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 有一部分全是你想出来的 但可惜你的现实跟你的想象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感觉呢 这位女士您 目前现在的婚姻的这种困局 是来自于你结婚速度太快 或者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汇吧 就是你太想找人结婚了 对 当时就是这种想法 所以这就是你的代价 那么这种快速缔结一种关系 它背后所付出的 那一定是你自己所承受不了的 当然如果你想得明白 可能也不会走进今天这一步 那这位男士呢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女性 她对于你的这个抱怨 我觉得我可以去支持她的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挣钱少不怕 关键是让这个女性能看到你所谓的上金心 但是她不能接受的是 你挣钱不多 而且每个月不但剩不下钱 还要找她花 最后还有很多一些借口 这是她面对你绝望的一种心情 其实我个人觉得 但凡一个稍微有一点独立性的女性 对婚姻能够稍微有一点清醒的认识 那个孩子没了那天 其实就已经提出分手了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 为什么你是工厂的工人对吧 对 要去做现在是什么职业 做融资 金融嘛 金融 对 这两个行业相差得如此之远 为什么选择离开工厂 因为工厂这里面嘛 上班就是说 在工厂你大概挣多少钱 一般好的话就三千多 你现在好像要好 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选择了做金融 我是觉得 你学过金融吗 没有 了解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在常理上班 就是说对大脑就很死板嘛 什么都不知道 天就跟机器人天上班 我问你为什么要选择金融 你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做过 觉得金融也是取决于 那时候我在找工作 然后我跟我媳妇商量 然后呢 然后他觉得这个工作 可能工资比较高嘛 然后我就选择这个学习 这个金融对抗 拜托你找工作是这么找的是吗 什么样的工作挣的钱多 我就去做什么 只为他是没技术 他现在陈昌里面 出来一点技术的人 对啊 你也没有金融技术啊 你就去选择了这份 你完全陌生的 只要挣得多的这份工作 对 我不相信你说三年 或者几年 能够达成你所说的那个目标 也就是说 能达成你老婆期望的那个 相信 不可能 所以女孩我问你 这个男人永远成不了你想的那个那样的人 他给你的就是踏实 可能还不太会管钱 这点啊 他可能还要捏住 不听你的 就这么样一个人跟他过吗 他就是这样 你千万不要说忘夫成龙 如果你的条件是说我要跟龙结婚的话 那你去找龙 但一定不能是把自己老公 让他变成龙 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那个样子 绝不是你想要的 那种人 你还可以跟他在一起吗 如果可以 你就要容忍 你就要接受 他现在种种在经济 可能在于工作能力方面都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但是他可能给你踏实 还比较听话 所以 自己问自己 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够接受 试着 往下生活 如果不能的话 就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就这样 谢谢曲总 胡老师 我跟所有老师的意见都一样 这个男人 不要说三到五年 我估计十年之内 他都不可能 会有你内心所想象的那种生活状态 那你怎么办 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我受不了 但明明跟他经历了又这么多 我又不甘心 但是你好好想想 你三二十六岁 还可以重新再来 否则的话 你心里就认命 我好好的调教这个男人 即便我不爱他 但我能忍受 只要他能够有一颗上进的心 他能够听我的话 我也可以接受 那也行 你有这样的勇气吗 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 那是女人的本能 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这样的本领 把一个男人调教成 一条龙 你人不坏 但是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结婚 结婚得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 我们就不说什么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但是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得有 你说呢 我问你一句话 如果他今天要跟你离 你愿意吗 不愿意 那你怎么做呢 更快成长起来 那成长不起来呢 我告诉你 如果他今天愿意要离开你 你就把一些的过往当成是曾经发生过的过去 你千万不要去挽留他 否则的话到最后 你比他更难受 趁他现在还没有煎熬到 说出那句话的份上 你无能 你不行 你还是趁早收场 就这样 做决定 就负责任 没想好 就别轻易在这个现场去做决定 你们俩都听明白了吗 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以为会好好努力工作 多学点东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两位 请挥 来 请关门 大概刚才老师们发言当中 大家听到最多的 应该是这么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叫接受 既然你选择了这样 你应该接受一些现实 第二个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为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是什么 不是我就听命不为了 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我们借势去做一些发展 第三个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关键词 应该是家庭的成长 家庭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的成长 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 接下来当然来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女生 愿意给她一个新开始的机会 愿意 男生愿意去努力吗 愿意 女生 即使她改变不了 依然会坚守她吗 会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来来 活跃的都不行 亲力说 来吧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会以后好好努力工作的 然后看到更好的机会 跟我嘴笨不知道说什么 希望你能明白 也希望你以后努力一点 我愿意给你更多的时间 毕竟我们俩相处一年多了 也是有很深的感情 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 来亮灯吧 药保湿 一杯湿 这是补水的 好好补补吧 最后一个提醒 在婚姻没有特别稳定之前 先别挤着药孩子 好吗 加油哦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请回 请回 希望我们今天三位老师 给予他们的忠告 能够变成 他们未来生活的 一个小知识 启发他们 带着他们向幸福出发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 他们遭遇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我们认识了五年 以为足够了解对方 才选择在一起 但是当我们在一起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却让我开始犹豫 当初的选择 我为他放弃了很多 付出了很多 也失去了很多 但是他还是一味地 要求我去迎合他的生活方式 我一步步的妥协和退让 但是依然还是有很多问题 摆在我们之间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合适对方 我们还应该再继续走下去吗 我有时候其实也挺替我们这些老师头疼的啊 你说你们这一句话得承担多大的责任 要不要过 要不要坚持 我相信他们心里 其实是有一个答案 来这儿 只是想求证一些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掌声请出他们吧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张三十岁来自福建 个体女嘉宾小郑二十四岁 同样来自福建 代夜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今天为什么来啊 因为我们之前是异地恋嘛 他在厦门 我在福州 去年确定了关系之后 然后我就到他的城市去了嘛 但是我们之前异地的时候 各方面都挺好的 他很包容我呀 对我也很好 也很相信我 我有时候耍耍小脾气什么 他也都会一直哄着 但是现在到同一个地方了之后 我就觉得 他现在变得不信任我了 因为我现在是大业嘛 然后有时候会去做一些活动 做兼职 然后有认识了一个男生 然后有一天 突然他早上的时候 给我发微信 就发了一个红包 然后刚好被我男朋友看见了 他也没有搞清楚事情的 来轮去嘛 然后他就冲我发脾气 那个男的 之前是跟他做一个活动认识的 听完的聊天 聊了一天以后 他当做了面 他打过电话 两次按掉 还有就是给他发了个 微信红包 然后说 你哪先把点小礼物 当做我送的 通过这些说的事情 我就觉得说 这个男的 可能是有对待的想法 那只是你觉得 他对我有想法呀 在发红包之前 他从来也没有说过 什么过分的事情 不是 回绝了吗 看结果 把他回绝了吗 回绝了 怎么回绝了 是他拿了我的手机 给那个男孩子发心 你就说 我有男朋友了 你没有机会了 谢谢 这不挺好吗 你们以前不在一起的时候 估计他有些追求者 你是眼不见 心不烦是吧 他也跟我说过 就像有个 在夏天给他送伞 然后感冒了 给他送药的 然后他跟我说过 我就说 这个男的挺好的 我还会跟他一起 探了这个男的 我说这个男的挺好的 对的 那以前那些追求者 你就从来都没有 不信任过我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 他都还不算 是我的追求者 而且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处于被动方的 那你那样子责怪我 我会觉得很委屈 我就觉得你不信任我了 我这样做 也就是他账户里的 你在心里信他吗 我信他 但是他表现出来的 根本就不相信我 如果他相信我的话 他还会 因为这件事情 找我大吵一架吗 你说我从福州 到厦门来 我放弃了 我熟悉的朋友圈 放弃了我的生活圈 我到厦门来 我就一个了 那你现在还这样子对我 我还有什么勇气 跟你谈结婚 你来这边我对你不好吗 平时我 我休息的时候 我一会进 把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 还做给你吃 拿完了以后 你衣服三四天放在那边 你的衣服都是水下 虽然说都是洗衣机 但我 但还是我弄的 所有人去收拾 包括你房间 那么脏那么乱 还不是我打扫 都是我来弄 暖男啊不错呀 我就是知道你对我好 要不然的话 我们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我跟我的父母说 我父母是不同意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觉得 他们老家跟我们老家 离得太远了嘛 而且他现在这个城市 我之前也从来没去过 都没有认识的人 就是举目无情的那种 但是我还是一意孤心 我拿上行李 我就跑到你的城市里来了 你来这个 你这个怎么没跟我说过 我当时以为 你父母很同意我们 你这个都没跟我说过 这小事我自己能解决的 小事那你还说 这种小事我自己能解决的 我就不告诉你了 免得也是给你增加烦恼啊 不是你还有大事吗 有 你说大事今天 大事就是 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 然后我爸爸一直都是想 要我找一个上门女婿 但是他跟他的家里人 我跟他谈到这个的时候 他跟他的家里人都是不同意的 你上门上门 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子嘛 我父母肯定是不可能同意这个的 这个最开始还没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跟他说过了 我自己也想了一下 如果你家里人实在不同意 那我就去跟我的父母商量了 我爸爸妈妈说 那就第一个孩子跟我们家信 我们家也不要你彩礼什么的 那你这个方案 你家里人不是赵燕也不同意吗 长子长孙跟老婆信吗 可能说要求跟我信啊 那发现是长孙女儿 可以跟老婆信吗 我父母就是说 第一个孩子是不可能跟女方信的 第二个能跟女方信吗 女方家没这种情况 第一个孩子就是跟女方信 第二个可以是吧 对 那不就行了吗 第二个可以 但是我爸妈说就是 如果第一个孩子不能跟我们家信的话 那你就按照正常的流程 给我们彩礼 那你们家针对于彩礼的这个问题 你都没有沟通好 每件事情都是让我去找我的父母商量 让我去找我的父母商量 一直让我烂步 一直让我退步 我怎么就没找父母商量呢 彩礼是啥问题啊 就是他们家说 我们家那边大概是十几万嘛 但是我们家提出的要求 已经低于我们当地的平均水平了 然后他们家觉得太多 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要么就是说去借钱 然后到时候我结了婚之后 跟他一起还 那还是别还了吧 有多少钱办 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样子的 还有面子 你看 不是不是 你先听我说完 因为我们家这几年的话 也去买了两套房子 然后基本上也花忘了 基本上花忘了所有的机器嘛 另外一个我父母也 年纪挺大的了 我下面还有个弟弟 我就说跟他上台说 我说可能一再次老婆 这么多钱啊 我说可能多少得去借一点 然后借完了以后 我们就有人的话 我们帮忙还 我也跟他说 我说这个还的话 在能保证我们小家庭的情况下 有人认识的话 我们帮忙还一下 另外一个反过来说 负招指纹 负招指纹 我帮忙都乱不当了 你就那么冷心说 那那么人去赚钱吗 乍退万不奖 你家没儿子 你父母有什么东西 还不是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父母如果有什么事 哪个子女不是第一个站出来 那你说 我跟你结了婚之后 我跟你一起还钱 那又有哪个女孩子会愿意 再说了 我们家给我赔嫁的钱 都比你彩礼的数量多 那你的意思是要 我到时候嫁给你的 拿我父母给我的赔嫁 然后给你去还钱吗 我都说了 在我们小家庭 我们就帮忙一下 那始终是有一份责乱在那边 听明白了 就是下聘的钱 由先生的父亲去借 对吧 先生的意思是说 我们结婚以后 父亲借的钱我们来还 是这意思吧 不只是这些 他去我们家也不帮忙干活 我父母的话也就是 比较老传统思想 他跟我跟我说 未来的儿媳妇 要帮我回啊 怎么样子啊 但是他呢 什么活也不干 那你妈妈也不想想 我现在都还只是你的女朋友 我偶尔去他们家 看望他们一下 我只是以克兰的身份去的 我都不是他的儿媳妇 他凭什么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 他这算是重视我吗 有尊重过我吗 你到我家去 我父母有没有要求你做什么 那我都跟你说过 你委屈一下 装一下 不要说让我夹着中间不好 不好做的 我装不来 我最讨厌装了 你以前跟我认识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 回去我们世界的时候 这么久 我有对你说过一个不字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你妈一说 你就对我说不字了 还有你那些朋友 凭什么他们一说 他不喜欢我 你就跑来又跟我说 你要改改改 他们不喜欢你什么呀 你就是个礼貌问题 你见人家就是板杖上脸 照页不跟人家打 他们一下子来那么多个人 我又不认识他们 为什么不是他们先跟我打招呼 一定要我先跟他们打招呼 又不是一个朋友 是所有朋友都说你 从来也没点礼貌 也不能问一下什么 怎么了 一个人再好 也有人不喜欢他 一个人再不好 也有人喜欢他 那你就是要我改成 你身边所有人 都喜欢的样子了 你跟我去见我的朋友 我朋友在我面前 说你什么什么 我有没有马上就回来 跟你说要你改 我都是跟他们说 我的男朋友 我自己喜欢就好了 反正你们又不跟他相处 行了 嫁不嫁 彩礼的问题解决了就嫁 那你就赶紧回你的福州 行不行啊 不行 为什么呀 都拿了 老还回得去啊 咋回不去啊 因为说明天就结婚嘛 不是还有时间的话 我自己 啥时候结婚啊 自己努力赚啊 这不是都舍不得分开 所以才来这里了吗 谁舍不得分啊 两个都挺舍不得的 今天谁要来的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 我就觉得 你说结婚的问题 本来我们家提的条件 然后他们家都不同意 我们家已经是 一直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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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他家里人的问题 他父母 他父母要求我什么什么 那我不愿意做 然后他就 他就来跟我说 要求我改 他朋友说什么 他也要求我改 我觉得我跟他朋友们 相处的时候挺好的 为什么他们就揪着我说 第一次跟他见面 没有跟他打招呼 这个点不放呢 再说了 你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别人喜欢啊 你自己喜欢不就行了吗 所以我现在就是 就是这种问题 这些问题不喜欢啊 那你以后就不要跟我说 你朋友那些什么 你朋友那句 你朋友要是跟你说 那你不会跟他说 我的女朋友 我喜欢就好了 要你们管 这些就是我不喜欢的啊 哎呦行 我就跟你吵啊 别吵了 你吵你这么被子吵吧 你看人家 凭什么你的女朋友 你是这样 都不喜欢你 你看看 你这跟人吵什么吧 哎呀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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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点事 老师们看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 你看你刚才 你跟这个赵川老师 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气势就低下来了 如果你能找到 一个生活中 这样的一个 比你强的人 你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你见到他的朋友的时候 你会非常有礼貌 你对他的母亲 会非常的去和蔼 可亲 会主动去做一些家事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强者 你为什么不愿意 为他做那个事情呢 因为他是一个弱者 他家本来是不富裕 如果你把这个彩礼钱 提得那么高 你记住 实际上在婚前 你已经为你的婚后的生活 埋下了定时炸弹 如果你是一个婆婆 你有了一个儿子 然后对方要出了一个 你们家不能接受的价格 你们家 喝家撇夜的去凑这部分彩礼 就结了个婚 就等于是破产了 那你能够很跟儿媳妇 和颜悦色地去说吗 如果你真想跟他结婚 如果你希望你的婚后生活 能相对平静一些的话 别把谈恋爱当成谈判 砝码低一些 婚姻的门槛稍微低一点 那么对于你以后的生活 我个人觉得会平顺很多 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 好吗 谢谢 谢谢阿蒙老师 一定你们家里跟你说过 他的家境不好 我们这么付出 我们吃亏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一些什么 我们要上门女婿 我们要孩子跟我们的信 然后并且拿彩礼 作为一个条件 这些其实我觉得 凭信而论 我不相信是你 心甘情愿愿意去这么做 因为你知道 这么做是为难的 因为你爱他 但是背后的家庭的语论 家庭的意见 你是不能不去采纳 或者听取的 所以呢 你其实也是蛮难的 而你呢 同样 你比他还没有主见 朋友说什么 家里人说什么 全都跟他说 他的性格应该你最了解 他可能只能是 顺着他话说 他一定会听你的 但你要强硬起来 让他做 他一定不做 他一定是这种性格 而你明知他是这种性格 你别人不 不多用一些 技巧啊 用一些迂回的方式 去表达你的意思吗 为什么直接把矛盾 让他对准 朋友 对准父母 你没有做到一个中间的 一个影笔墙 你应该在这方面要吸取教训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要求他到你们家的时候 一定要做家务 装也要装一下 请问你到他们家的时候 是什么表现 也是睡到律上三杆 也不做家务 我父母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父母觉得 他现在到我们家 还只是客人 他出于尊重客户 应该要求他去做什么的 因为他还不是我们家的女婿 所以啊 在这一点上 他倒是蛮清楚的 我们什么身份 我们做什么事情 他有些口不择言 再说了一些 对你父母不敬的话 那是他的问题 他自己好像也刚才知道了 这个女孩 其实他就是 需要你给他面子 需要在众人面前 他要有面子 这是给你的第二点建议 给自己的爱人面子 其实就给自己赢得了面子 两点建议哦 就是多在别人面前 为对方说说话 多为对方想一想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应该蛮幸福的 至于财力的钱呢 入赘的事的慢慢聊 如果一时谈不通的话 如果说还是 彼此深爱 对方分不开的话 双方多在各自的家里面 一起共同地 做一些努力 谢谢 博老师 口口声声说 我喜欢你 却不愿意为你去做一些 口口声声说 要彩礼 却明明知道 对方拿不出来 所以一切都是矛盾 我最弄不明白一点的是 爱一个人 不是应该爱他的一切吗 咱们是不是娶一个人 也得附和着接受他自己的家人 你如果真的要是爱这个男人 你要给他面子 你要让他在自己的家族面 人打抬得起头 让他不至于那么尴尬 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结婚吗 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彩礼吗 钱是死的 人不是活的吗 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幸福吗 那为什么要在这吵吵吵闹闹闹呢 儿子姓吻女方家的名 就抬不起头了 所有的眼光都注视在 这个女人跟哪几个男人在一起 但是在关键的问题上 一点也不惑的 所以我说啊 如果要结婚 要真正的奔着幸福去 就活络一点 就为对方付出一些 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高傲的人 也会因为自己的爱人 在对方的家人面前低头 我认为那不叫没有面子 我认为那叫奉献和豁达 我就是这样 我就不做 不做你就不要嫁给他 如果真的要爱一个男人的话 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凡的女人 好好地嫁给他 你如果想要娶一个自己内心真正爱的女人 就在有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 豁达一些 如果不想 就不要谈条件 不要结婚 谁都是有爹养 有娘爱的 谁离开 谁活不下去呢 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结婚是我们俩愿意在一起 两个家族的 之间的人 其实并不认识 是因为我们的结合 他们认识 他们变成了亲戚 这是中国人传统里讲的 姻亲关系 因为婚姻而变成了亲戚 所以最主要的一件是 你们自己拿 而不是家人来拿 别打着家人的旗号 想要自己心里那点事得到满足 不要拿家人说话 自己谈 好了 剩下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本来最开始想说挺多的 但是上来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东西 有些该坚持的还是得坚持 然后对的好的 我还是会得的好 都奔着我们想要的 去奴隶发展 如果说你们家一定要争第一个孩子 那就老实给彩礼 要不然就分手 我没想要分手 就说什么了 没想分手 你就不要找那么多的借口 我跟你说过了 你们家把那个彩礼给我 以后你弟弟娶媳妇 我都可以帮他 但是这跟彩礼无关 好 时间到了 人生其实经常有这样的剧情 只是大家在这个现场看到的是一个浓缩版的 你们愿意为这段爱去付出去让步 我们祝福你们 你们不愿意为这段爱去付出去让步 固执己见 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冷静下来 去沟通 查找问题究竟出在哪 我相信 你们的家人如果看这期节目的话 也许有的家长会说 这臭小子 自己心里想的非拿我来说事 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还是那句话 这个舞台呈现的 只是今天 今时 当下 嘉宾朋友自己的那点情绪 生活里是怎么样的 日子要他们过 建议大家出 看看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住吗 幸福 请欢迎 请开门 请开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请开门 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